来张同学 哎大王您好 这个我想问一个问题呀 就是我有一个同学 他这个倒是不是想走线上美国那边 他是想这个上新加坡这边 就是觉得国内这个环境啊 他不是特别好 他是想想上新加坡那边 他他他学习乱七八糟的 您对这个有什么看法没有啊 你这相当于啥 你现在相当于我是你们学校的大队辅导员 你现在说报告大队辅导员 我有个同学 他说他想当黑社会老大 他这种是想上美国的 完了你现在说 报告大队辅导员 我有个同学 他倒不是想当老大 他想当老二 想当黑社会老二 你有什么看法 你觉得我有什么看法 这个我倒是不是特别理解 因为新加坡那边我不是特别熟 因为我观众您有段时间了 我对您所描述 美国这边一些情况 我有一个基本了解 但是那边的这个情况啊 我不是特别了解 他是到底是属于说 对那边缺乏一个基本的认识啊 还是说就是一个特别谨慎的这种认知 我不是特别明白 我的底层逻辑啊 你要问我的话 我告诉你一个我的底层逻辑 我对这种事的底层逻辑就是 你如果比如说咱们家 咱是中国 中国会不会有任何政策 针对于比如说印度人 让印度人在我们这儿过得特别好 让黑人在我们这儿过得特别好 你自己还没自己人说白了 还有密托平的呢 还有还有穷人呢 你有工作管他们吗 其他国家什么样 其他国家 他们的所有人全都富得流油了 人家自己国家的人都没答对明白 你多啥呀 他为什么会让你在新加坡过得比你在中国好 为让你让你一个中国人在新加坡过得比你在中国还好 他要他要把你优先在新加坡本地人之前吗 这不是比中国 他好不好他再好跟你中国人有啥关系 对不对 我可听说了 那边说什么租房啊乱七八糟的都挺贵的 不是租房的问题 那个地方再好他不是你家 你不是他自己人 这是归根结底的 对不对 这是不可能变的 你不是他自己人 他再好跟你有啥关系 人家不得先可自己的人变好了吗 对不对 新加坡没穷人了 新加坡全就业了 新加坡全都挣大钱了 你去你凭什么能挣着呢 你说我不至于像他们那么惨 你不至于像他们那么惨 为什么你在国内挣不着呢 这不是底层逻辑吗 对不对 那行了 我先谢谢您 如果以后有问题 我再连您 好 谢谢您 我先断开了 我再用资源了 我再用资源了 我再用资源了